這是主席基金會說 拆股的五百萬基的 BNT也不要管政府 可以有好消息了 主席 宣布說已經和大陸 上海的學生完成簽譽 如果今天可以和政府 來簽訂關政的客友 主席基金會表示 這和上海的學生 申請五百萬基的BNT 也不要安靜 已經成功 來簽訂這個拆股的客友 這個行政的發言人 陸兵信有證實說 這個主席也已經和官司 完成上官的簽譽 比較到進行的 帶著電風海跟英靈基金會 關政的專案模式 由這個官司來 作為控制使用書來申請 以由從十二歲到十八歲 才未成年的少年人 臉書有用的範圍 雖然文總統 有透過發言人林表示 政府和民間作為 打拚有臺灣政出到 有更多的表 這又是團結 後藝俄修臺灣 最具體的表現